真正的勇敢並不是無所畏懼 而是即使怕的鑰匙仍然選擇繼續前進 哈囉大家好我是River 今天的排球少年人物志祖和大家聊聊 烏野高中排球部裡面勇氣與穩健的代表人物 尖元孝之 尖元雖然是一位候補選手 但是他在烏野高中裡面可是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總是能夠帶給隊伍正向的能量 接著就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如果你喜歡排球少年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也別忘記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能在第一時間收到我最新的球員介紹 尖元孝之是烏野高中排球部裡面的副隊長 打的位置是二傳手 身高為1米7次 喜歡吃的東西是很辣很辣的麻婆豆腐 而最近的煩惱是有好多比自己高大的後輩加入排球社 烏野高中排球部曾經是殺戮全國大賽的豪翔學校 不過就在尖元進入烏野高中就讀時 排球社正處於沒落的時期 被外人們稱為沒落的豪搶 不過尖元相信只要努力的堅持下去 烏野展示高飛的時代一定會再次來臨 尖元的性格非常溫和 總是能夠笑臉隱忍 而且還很照顧自己的後輩 當日向雨頂3剛進烏野的時候 因為無法好好地合作而被隊長給拒絕入社 不過在田中的幫助下 讓他們可以運用早晨的時間偷偷練習 而尖元則是看出田中的意圖 並且也加入其中協助他們訓練 他也是唯一一個願意利用自己午休的時間 帶著日向練習接球的人 還曾經指導過溪谷脫球 而溪谷也不負前輩的期望 在或許的比賽中大顯身手 除此之外 尖元非常擅長與隊友們互動 很懂得用最不力的反感方式與對方溝通 可以說是烏野高中最了解自己隊友習性的球員 也是烏野裡唯一敢對折村說教的人 尖元很早就看出日向和影山之間的疙瘩 所以告訴日向 如果影山以前是最強的敵人 那現在就是最強的隊友了 也是從尖元的這句話開始 日向開始轉變了對影山的看法 而在烏野的新生對抗賽中 當日向和影山正在磨合快攻的同時 在場邊觀察的尖元很快就看出影山舉求的毛病 但尖元並不像影山國中時期的教練那樣 只是單純的要他不要這樣不要那樣 而是會稱讚影山的技術 在從中帶出問題點 告訴影山說 以他的技術跟觀察力一定能夠配合日向 這樣的方式竟不會讓對方造成反感 反而更容易讓對方把自己的話給聽進去 這就是說話的藝術 針對同一件事情 卻會因為不同的說法 而讓聽的人產生截然不同的反應 尖元在這方面真的非常厲害 在尖元指導黃龍且不尖銳的體點下 影山馬上做出了調整 並且成功的和日向配合打出了第一次的怪人快攻 如果說月島的挑釁是促成怪人快攻的導火線 那尖元的那方話就可以說是引爆整個化學反應的火源 不愧說話的反應就是百鳥者的扭倒 因為曾經說過 青城裡面除了擊穿之外的人都很弱 這句話聽在日向額裡 簡直就是直接否定到那些人的努力 讓他升級到跳了起來 然而 尖元的弱點也是顯而易見的 在無為能力中 發發力、速度、彈性以及力量都只有2 藍網高度更是全隊最低的285公分 這也就意味著如果尖元在前排的話 容易變成對方攻擊的目標 不過尖元相當的聰明 反而能夠利用這一點 透過互換的方式來反將對手一軍 有時候如果能夠認清自己的弱點 反而能夠成為一種優勢 另外一點是 由於尖元是候補選手 所以與新陣容搭配的比賽經驗相對的少 而且高一高二的時候也因為隊伍的實力還不夠強 沒有走得很遠 尖元被拍上場的時候 面對的都是以前沒有遇過的強隊 因此常常能夠看到尖元緊張與不安的神情 但只要一站上球場就可以馬上收起緊張的神情 還總是能夠用開朗的笑容來鼓勵隊友 也因此被擊穿稱呼為爽朗軍 因為尖元有著比任何人都相信自己隊友的信念 所以無論面對多強大的敵人 承受多大的壓力 都可以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奮戰到底 真正的勇敢並不是無所畏懼 而是即止怕的鑰匙 仍然選擇繼續前進 尖元正是這一句話的代表人物 對尖元來說 高三是自己高中排球生涯的最後一年 我想無論是誰 這時候都會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機會可以站在場上 可是卻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一位天才後輩 拿下了隊伍先發二傳手的位置 雖然很不甘心 但尖元還是以大局為重 對球隊來說 沒有任何比獲勝更重要的事情了 他知道尖元的技術比自己更強 也比自己更適合擔任先發 所以主動和教練提出 如果尖元比自己更有能力讓球隊贏球的話 就應該毫不猶豫的讓尖元先發 能夠說出這番話的尖元真的很令人敬佩 教練最後也選擇讓尖元先發 不過尖元並沒有因此而待於練習 因為他相信 後來一定有自己可以幫上忙的地方 當那個機會來臨時 只有把自己準備好才能夠把握住 尖元雖然不能像尖元那樣和日向打出怪輪快攻 身高與體能也比不上別人 但仍然不停地尋找著屬於自己的戰鬥方式 為了盡可能發揮日向的優勢 不然日向討論暗號來決定快攻的使用時機 也在東京合作中練習與隊友搭配時數多人同時進攻 當西谷從後排取球的時候 自己也可以成為攻擊的一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尖元非常擅長觀察敵人 當尖元在場上時尖元並不是只會在場邊加油 而是努力地觀察對手 為了就是能夠幫助隊伍找出更多有利的情報 在發球的時候會觀察對手的站位 雖然只會普通的上手發球 但只要發的位置夠好 也非常具有殺傷力 尖元就在春高育成賽與清晨對戰時 就特意瞄準對方的筋骨發 逼著他上前接球 導致無法做後續的助跑與扣球 直接封鎖住對方一位具有殺傷力的攻擊點位 二傳手可以說是排球運動裡面最難打的一個位置 你必須要觀察場上其他11個人的動向 並且在非常短的時間內 決定要把球舉給哪一位攻擊手 或是由自己二次進攻 和每位攻擊手的習慣都不同 要舉得高一點還是矮一點 快一點還是慢一點 誰今天的狀況好要多給點球 隊友狀況差的時候還要適時的給予鼓勵 所以是否足夠了解自己的隊友 就成為了每位二傳手最重要的課題 而且是一場球賽中觸球次數最多的人 所消耗的體力也是一般球員的好幾倍 可我認為尖元最強大的武器在於他對整個隊伍的理解 他知道用什麼樣的方式與每位隊友溝通 烏野高中的攻擊手段可以說是非常的豐富 尖元卻可以依靠自己對於隊友們的了解 來讓隊伍穩定發揮 這一點是目前尹三所學不來的 在IH預選賽對上清晨時 尹三因為怪人快攻的暗號被擊穿給識破 再加上清晨強大的攻勢把比分拉開 讓尹三感到非常驕育 甚至一路變回以前的獨裁王者 教練為了讓尹三冷靜 選擇讓尖元替補上陣 尖元一上場就改變了一面倒的態勢 利用自身的觀察好幾次反將對手一軍 並且不斷的鼓勵著隊友 也讓在場邊觀看了尹三 了解到與隊友溝通的重要性 作為第一次的替補上陣 尖元可以說是表現得相當好 讓清晨的教練不得不在心中給予高評價 最重要的是讓尹養教練 見識到自己的價值 並給出了下次可以怎麼做的建議 對尖元來說 能夠聽到這個字眼是非常開心的事情 因為這表示未來也有機會能夠再一次站到場上 尹三確實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存在沒錯 不過就是因為尹三在身後 尖元在比賽中才能感受到無比的安心 而對尹三來說尹元是一個非常值得學習的前輩 雖然自己獲得了先發的位置 但尹三還是認為經驗的差距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彌補的 而且尹三深知尹元身上有自己最缺乏的東西 就是與隊友之間的理解與溝通 尹三能夠走出獨裁的王者這個陰影 除了日向的體貼之外 影響最深的就是尹元了 呼也因為有尹三跟尹元兩個二傳手的存在 讓可以運用的戰術變得非常多變 在排球少年中最常見的隊形是五一單舉 也就是場上只有一名二傳手 而其他五人都有可能是攻擊手 這個陣型非常是二傳手的舉球能力 但優點是二傳手能夠選擇的攻擊點位很多 而另一種陣型是四二雙舉 也就是有兩名二傳手在場上 這個陣型對舉球員來說跑位就變得比較容易 且可以互相分擔舉球這個任務 當其中一位二傳舉球時 另外一位二傳可以轉變成攻擊手 無野在春高預選賽對上青城以及百鳥者的時候 就用過四二雙舉戰術 讓尹元代替月島發球 而後的二傳則是可以選擇由尹元來舉 讓尹三變成攻擊點位 這個陣型的攻擊火力非常強 因為尹三的扣球威力在無野絕對能排上前三 此外尹三與尹元兩人的二傳風格大不相同 有時候僅僅只是轉變風格就能夠改變比賽的風向 由於排球是一個節奏相當快的運動 越是打到後期身體就越容易習慣比賽的節奏 這時突然轉變風格會有奇效 例如原本已經習慣對方強而有力的發球 此時如果突然來跟半短球 因為實際發生的狀況與大腦的律情產生的落差 就很有可能反應不過來 在與百鳥者的決勝局時 流於尹三的體力耗盡 所以教練選擇讓尹元先發 而這次尹元進入屋野以來 最接近全國大賽的一次 龐大的緊張與不安感也壓著尹元傳播起來 但是他知道如果跨越不了這道障礙的話 以後就不會有機會了 這一次不僅僅要相信隊友 也要相信則被隊友信任的自己 看得西谷從三明線起跳把球舉給自己時 尹元並沒有絲毫的猶豫 因為身體早已經記住那個與隊友們一同練習無數次的動作 在拿下分數之後 尹元意識到即使自己過去的武器是穩健 卻也可以透過努力誕生新武器 並且意識到就算自己的攻擊被擋下 下一次還是會暴使著這顆球必須由我來打的心態來攻擊 因為巫野的風格就是 不焉其煩的一再的主動出擊 尹元的替捕也會引善爭取到足夠的休息時間 巫野最後也成功擊敗了王者百鳥者 從高一就一直期盼的 讓巫野再次展示高飛的願望終於實現 這次的排球少年人物制就到這邊 你覺得尹元最值得學習的地方在哪裡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下喜歡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River,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